大家好 我是阿倫 今天的阿倫來介紹 然後跟各位來介紹一個什麼樣的東西呢 大家應該知道 其實我還滿喜歡買一些 像是什麼相機或是電子產品類的東西 沒錯 就是這一台Panasonic 所推出的DCGF9W的微單眼 一般來說相機有很多種種類 像是我現在拍的這台是單眼相機 然後還有分成微單眼 類單眼 跟普通的傻瓜相機等等 像是我使用的這一台Panasonic 一樣也是Panasonic的 Lumix的GH4 它是一個單眼的相機 單眼相機大家知道是比較大台的相機 然後是可以換鏡頭的 然後微單眼它的取而代之 是它的機身會比較輕 相對的輕很多 然後一樣 同樣也是可以換鏡頭的 這有什麼好處呢 其實就是如果你是喜歡拍照 又不想帶著一堆厚重的裝備的話 像這種微單眼就是非常非常推薦大家去使用 然後我已經把它拿出來就在這邊 如果有在追蹤我IG的人會知道 然後其實我這一陣子都有拿它來拍照 上傳到那上面去 這一台GF9它真的 真的真的是非常小台 非常的Compact 就很小一台 然後大概跟我手掌 比我手掌還要小 而且你買來的時候 它裡面其實就有附兩個鏡頭 第一個是我現在已經裝在上面了 12到32厘米的一個鏡頭 廣域 算是滿泛用的一台鏡頭 然後另外一個這一個鏡頭是單焦點的 25 25厘米的一個單焦點的鏡頭 像單焦點鏡頭 它在拍東西的時候 可以拍到非常非常的銳利 而且非常非常好看的一些畫面 不過我們一般在外面拍照 像這種12到32的鏡頭 其實就已經還滿夠用的 尤其是它有那種 具備著那種伸縮的 一點點伸縮的功能 幾乎大部分的場合都能夠應付 然後這一次我受他們邀請 然後我總共體驗 我實際的把玩了一個月的時間 結果這一個月我真的是瘋狂的去 去操作它 去研究它 然後發現它這台真的是非常的有意思 很多人對這種微單眼的印象 可能就是那種網美機 尤其是像這個螢幕 它可以像這樣子 往前搬呢 像我們這樣自拍的時候 就會非常的方便 雖然說它這台能夠稱作是網美機 也沒有錯啦 不過其實我覺得它更適合不只網美 其實一般的民眾 一般的民眾 也非常適合這一款相機 首先因為它很輕 你就隨時可以把它放在你的包包裡面 帶著就走 完全不會造成你那個幾乎 背包的一些負擔之類的 其次它有一些非常棒的功能 可以讓你去使用 可以拍出各種很有趣的畫面 所以我覺得它這一款相機的族群的定位 可能不只是網美 我覺得一般的 你對隨時都想要拍照的人 其實我覺得都還滿適合的 而且我在實際的把玩這一個月之後 我發覺它其實呢 已經快要接近一般的單眼相機的功能 然後我們先讓大家看一下 它的記憶體的外彎大概是長什麼樣子吧 好 首先呢 這個就是它的正面 大家看到它是像這樣子 你可以把鏡頭蓋拿出來 然後你可以像這樣 把它 轉出來你就可以使用了 像這樣子的感覺 然後上面這個地方 大家可以仔細看一下 其實跟一般的單眼相機 也是非常非常的接近 幾乎是一樣的 像它這上面的模式也是非常非常的齊全 各種模式可以因應各種你不同的拍攝需求 如果你是喜歡玩自行設定的人 那種M模式也是有的喔 而且重點是它能夠拍到4K畫質的照片 非常的棒 有需要閃光燈呢 這邊有一個按鈕 我這邊一推呢 閃光燈也會跳起來 然後你可以把它這樣子壓下去就把它收納 然後目前我玩起來的感覺 我覺得它有兩個功能必須要稍微提一下 這個真的是非常棒的功能 首先它第一個是 它的4K 4K照片的連照功能 只要你把這個功能打開 它的特點就是它你按下去這塊門的時候呢 它會一次 1秒鐘內拍30張不同的照片 然後你拍完之後呢 你就可以從這30張照片裡面去選出一張 你覺得最完美的照片 再把它另外的存出來 這個功能非常非常的棒 怎麼說呢 像比如說你在外面風很大 風很大的時候 你要拍人像的時候呢 因為有時候人的表情呢 不見得會停留在那完美的那一刻嘛 你就可以按一下之後呢 就可以從這30張裡面 挑選你覺得最漂亮的一張 然後還有像是我們一般年輕人 就是大家很青春的時候 可能會在外面玩那種 大家一起跳起來 在船上跳起來的那種照片啊 用這種也可以很輕鬆的解決 像以前我們在拍那種跳起來的照片 光是在抓那個 那一瞬間就會抓得很辛苦 只有有這個功能呢 4K的連照功能 你只需要好準備囉 大家跳 然後你按下去呢 接下來這一秒之內的 所有的影格 它全部都會捕捉起來 我們就可以從這裡面去挑選那個 跳得最完美的那一個照片 或者是你家裡面有養一些 狗狗貓貓 大家都知道動物其實真的很難拍 因為他們要怎麼動 其實我們無法去控制 你也可以用這個功能去拍那個小動物啊 然後去捕捉它最完美的表情的那一刻 然後我現在想要來示範一下 它的這個4K連拍功能的這個 到底拍出來會是什麼樣子 說它這種抓住一瞬間的東西呢 其實我最想要拍的就是動物 還有像是比如說那種水滴滴下來 還漸起的水花之類 或是外面那種奔跑 跳起來的那一瞬間 所以我們現在馬上就來試試看吧 剛好我有一個朋友的 家裡有養貓 我已經跟他聯絡好了 我們就去找他來拍拍看吧 好 我們現在來測試一下 就是實際的用這個GF9來拍拍看貓 我覺得動物實在是很難捉摸嘛 我們就來拍拍看 這個是我朋友的貓 我們就來拍拍看 貓能不能捕捉到貓咪很可愛的樣子吧 這是我們今天的小麻豆 Karu君 好 我們現在用它這個4K的連照功能 連照的機能來拍拍看喔 你就可以使用這個機能去捕捉這個貓咪 比如說像是眨眼的這一瞬間之類的有沒有 都可以做到喔 撐起來 超可愛的 這樣子就可以完成我們拍攝的動作 像是這種貓咪或是這種動物 小動物們或是小朋友們 就平常那種比較難掌握的那種 一瞬間用這個機能呢 4K的連拍機能就可以很輕鬆的 拍到你想要的照片喔 然後另外還有一個功能呢 是它的那個焦點讓你自由選擇的功能 感覺名字有點長 焦點自由選擇 我不知道它的正確名字是什麼樣子啦 不過就是像有時候我們會想要拍一些 有景深的畫面的時候 這款微單呢 其實也可以拍出非常漂亮的景深功能 可是有時候我們不知道 我們到底 我們的主角到底要放在最前面那個呢 還是中間那個呢 還是最後面那個呢 我們在拍照的時候 還不知道到底要選哪個當主角的時候呢 這一個焦點自由選擇功能呢 就非常的棒 它只要你開啟這個功能之後 你只要拍出那一張 它就會把這個框框裡面的 全部的景深的東西呢 全部都會拍過一遍 然後你就可以再去選擇說我要這一個 就你可以自由的去選擇 你就可以邊看畫面邊選擇 你覺得最棒的照片 這一點我覺得也是非常的棒 好 我們現在就來試試看 它這個焦點自由選擇功能 我們現在來拍這個 這裡面的這些東西 首先要先把它的功能打開 然後拍照 有沒有 大家有看到它剛才在這個 這樣咕嚕咕嚕在那邊轉的這個呢 它這個就是它的這個焦點自由選擇 它會把每一個地方的 每一個角度的景深全部都拍過一遍 像這樣拍完之後我們就可以看一下 比如說我們要選擇這個 最後一個當作我們的景深 然後它就會像這樣 馬上就變到這邊 然後變成是這邊是模糊的 然後如果我們是要這個 我們想要清楚的是這個 公仔的話 大家可以看到後面這邊就變成模糊囉 然後把它存起來 然後另外我剛才有說嘛 它很非常適合那種自拍 現在其實有滿多人呢 都會習慣用手機照完相之後呢 然後我們在一些 用一些App裡面去修修臉 去加一些美跡 或者一些其他的一些效果 不過它其他這一款相機呢 它有內建美肌功能 對 你沒有聽錯 內建美肌功能 那我現在先來示範一下 就一般的 沒有開啟美肌功能的照片是什麼樣子喔 大概是像這樣子喔 然後另外我把它的美肌開 大家可以看到它這邊就是它的美肌功能 它可以選擇你的美肌的效果是1到10 然後下面這個還有一個功能呢 是可以把你的臉稍微拉長一點的 然後我們現在就一樣把它先 最強 最強給大家看看 看看會是拍出來會是什麼樣子喔 然後我們就把它射到最強 然後我們現在來實際的拍拍看看 看看跟剛才會有什麼差別吧 對 大家會發現我的臉 臉被拉長 可是我怎麼覺得好像額頭被拉長比較多 沒有 這 就不是重點 重點是大家也可以稍微仔細的看一下 我額頭的這個部分喔 也會注意到說 它其實是自帶美肌效果 這樣大家就可以省去一些那種 事後還要再去補救 還要去傳到手機 你的App裡面再去修啊 就它裡面呢 其實就直接就可以達到那個效果了 不過當然我剛才這樣的示範是有點極端啦 像一般的話 臉其實可以不用拉那麼長沒關係 對 真的 然後一般除了我剛才所講的 它的4K連拍功能呢 跟它的這個焦點自由選擇功能呢 跟美肌 美肌功能之外呢 其實它還有非常非常多其它一般相機會有 M模式 光圈先決 快門先決等等它裡面都有 然後如果你真的 對於相機不是很了解的話也沒有關係 它的自動模式功能呢 其實拍出來也是非常非常的好看 而且超過上我這一個月使用起來的感想 我覺得它非常的簡單 然後可能會有疑問說 這台是相機 那它能不能夠攝影 就是因為我身為一個YouTuber嘛 所以平常要攝影的話 它這台可不可以攝影呢 答案是可以的 大家可以仔細看一下這台相機的後面 這邊有一個紅色按鈕 在你這個按下去的時候呢 它就會開啟錄影的功能 所以如果偶爾你想要錄影的時候呢 它也是可以錄影的 不過有一點小缺點呢 就是它這台相機 因為是比較屬於那種 一般大眾就能夠很輕鬆使用 所以它並沒有那種設計 可以外接麥克風的功能 它的麥克風是屬於內建的 就要請大家稍微注意一下 不過如果是我的話 我會把這台相機定位在 就是我出去外面拍照 拍照的時候所使用的一台相機 所以這個錄影的功能 其實也許我不太會去使用 所以如果你是追求想要拍攝影片的話呢 這一台相機我就不那麼推薦給大家 不過相對的 如果你是一個很想要很輕鬆的 就能夠拍出非常非常漂亮的照片的話呢 這台相機我就非常的推薦喔 好的 以上就是今天這個 Panasonic所推出的GF9 這台微單眼的一個簡單的 實際的試用一個月的心得的分享 大家覺得怎麼樣呢 說實在的 它有稍微顛覆一下 我對於微單眼的一些想法 因為它真的能夠很簡單的 拍出一些很多很漂亮的照片 而且你拍完照片 你可以使用Wi-Fi功能 很簡單的就可以把裡面的照片 傳到你的手機裡面 然後分享給人家 這一點我覺得非常非常的便利 尤其是這一個月以來 我幾乎每一天都會上傳一張照片 到我的IG 就是用這台GF9所拍出來的照片 大家也去看一下 它能夠拍出非常非常多的美麗的照片 我推薦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喔 如果大家對於這一台GF9有興趣的話呢 也可以不妨買一台回家來玩玩看喔 好 那今天的阿倫頻道呢 就到這邊結束了 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 阿倫頻道主要是跟大家分享 我在日本的一些所見所聞 還有相關手 我很喜歡的一些電子產品的一些 開箱的分享 跟實際的測試結果的分享等等 有興趣的人歡迎訂閱我的頻道 來追蹤我在日本的第一手的影片資訊喔 還有這邊是我的Facebook粉絲頁 還有我的IG 大家可以去追蹤一下 還有旁邊這兩邊是我其他的影片 有興趣的人不妨點進去看看 それではまた皆さん お会いしましょう 等你喔 Panasonic的GF9輕鬆 就可以拍出非常棒的照片喔 哇 好不想拿去還給他們啦